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看今天 天主对我们说的话 这个爸爸对那两个儿子说 你们去我的葡萄园工作吧 说的是同样的话 尽管两个儿子的回答不一样 一个说行 我去 另一个说不 我不去 结果他们做的也不一样 但是他向他们发出的是同样的邀请 今天的福音我想跟上一个主日的福音 是它的继续 上一个主日耶稣讲比喻说 有一个人一大清早就出去找工人 早上六点钟 八点钟 十点钟到十二点 甚至下午三点 五点 把所有在外面立着的人都招进来 为他的葡萄园工作 今天呢 耶稣在比喻中说 这个人对他的儿子们说 是的 更进一步让我们明白 我们是天主的孩子 他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了同样的邀请 来 去我的葡萄园工作吧 我们每个人从天主来的都有一个圣招 平常一说圣招 你们就觉得是做神父 做修女 不再结婚 那个是圣招 不 每个人都有一个招叫 不然我们不会来到这里 你们记得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 用泥土做了亚当 爱话 然后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 他就起来了 天主叫他起来 他就来到了世界上 天主要跟他说话 你要治理大地 管理天空的鸟 海里的鱼 你要工作 这就是天主的招叫 他不会让每一个人 白白地来到世界上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天主遭了他 要不耶稣教我们称天主为父 因为我们是从父亲来的 他生了我们 他给我们的招叫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后的招叫 到他身边去 我们没有别的目标 除了天主 到他身边去 但是在世界上 为了让我们将来有一天 到他那里去 他每天借着不同的声音 给我们说话 借着圣经 借着每天发生的事 再给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要注意听 他叫我们做什么 不是 几十年以前我们生下来 一直到死 天主审判我们 中间天主都不在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不 每天天主跟我们在一起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都在一起 天主招叫我们 所以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态度 每天听天主怎么叫我 这是基督徒 我常说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 我是一个教友 每天我知道我做什么 早上晚上祈祷 主日望弥撒 战利六不吃肉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做这些 远远不够 一个基督徒是 每天要听天主的声音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像在莫里巴那样心硬 不要像在马萨那天 你们的祖先看到我的工作 在那里仍然试探我考验我 每天早上一起来 在尘导里面 就让我们念这一首圣语 九十四篇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那么心硬 所以你看 这个是基督徒 每天听他的声音 你如果说 我都知道我做什么 那坏了 你早就有你的计划了 这是天主今天要你做的吗 你看今天福音当中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工作吧 每天天主有话对我们说 我们是怎么听的 我再说一遍 一个基督徒是 每天听天主声音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个真正的门徒 不一定是领过喜 按照规矩生活的人 那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门徒 可以说是个教友 一直到死 你的名字写在神父的那个户口登记簿上 你是一位天主教徒 这个谁也不能否认 但是你是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 要画一个问号 我每天是不是在听天主的声音 所以说到这里 那很自然的 每天我花一些时间 早上晚上 我不是念经 我是坐在耶稣面前 天主面前 把我的心敞开 耳朵打开 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口 上主请你打开我的耳朵 让我向你说话 听你讲话 这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天我们没有听到天主的话 我心里就难过 主啊 我该做什么 请你发言 每天听天主的话 你到葡萄园去工作吧 葡萄园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是天主种植的葡萄树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葡萄园 你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吧 你走进每一个人 把喜乐 把方便 把安慰 把力量 带给你身边的人 你就这样在工作 我们大家都有家庭 不一定每个人在公司工作 但是我们都有家庭 有的是上有老 下有小 你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吧 那么你听到这句话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 葡萄园就是你身边的人 你在这工作 天主叫你工作 让你把喜乐 安慰带给他们 真的 当我听到哪一个家庭 两口子在吵架 兄弟不和 轴里们 关系很僵 我真的很难过 一个基督徒 尽量地在你周围 散布爱 散布和谐 平安 要这样 很明显 有一点 我自己要吃亏 别人怎么说我 我听见了 就像没听见 在东西上 财败上 吃点亏 让大家高兴 那就好了 如果我们针锋相对 斤斤计较 一个家庭不会和谐 总要有人让着别人 你就在做天主的工作 天主叫你 把平安 把爱 带给你这个家庭 你用这种生活 这种方式 在主的葡萄园工作 将来天主要赏报你 有人说我吃亏 我就是傻 人们怎么看我 所以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我不能叫人们都说我傻 人们都说你精 你前面走 后面人们都记得 这个人太精了 这样就好听了吗 你太聪明了 恐怕也不好 不管人说我们什么 不重要 将来天主 每天天主叫你在我的葡萄园工作吧 弟兄姐妹们 我求你们重点地 把这句话 默存在心里 你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吧 从今天开始 你的葡萄园就是你在的家 跟邻居在一起 跟同事在一起 你所工作的单位 那就是葡萄园 这一周你试着听耶稣这句话 主说到我的葡萄园工作 你把我的爱 安慰 力量 喜乐 带给你身边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 看耶稣在这里 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那个儿子说 我不去 后来去了 随后耶稣说 你们看到那些税务员 那些妓女 他们了吗 他们开始没有明白天主的计划 后来他们开始回答天主 听到了 他们要比你们先进天国 你们是谁 你们是法利赛人 司机长 经师 他们熟读圣经 非常懂道理 他们穿的衣服给别人都不一样 每周收两个大摘 捐献十分之一 常常进堂 每天七次祈祷的人 耶稣说 他们比你们这样的人先进天国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些人生活在规矩当中 很守规矩 看上去是很热心的人 但是不是每天听天主的话 按照天主的话度每天的生活 而是活在这些规矩上 而这些人原来他们什么都不懂 不听天主的话 什么规矩都不守 可是现在他们开始听 开始改变 耶稣说 他们要比你们先进天国 弟兄姐妹们 耶稣的这些话 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们不改变 不能进天国 每个人都可以改变 连他们都可以 跟随耶稣的妇女中 有一位玛利亚玛达雷娜 是妓女 大家都知道 她是成立公开的罪人 引诱了多少人犯罪 结果遇见耶稣以后 她改变了 杂凯是一个要税的 欺压穷人弱小者 家里很富 都是贪污腐败 结果遇到耶稣 她把财产拿出来 一半给穷人 她改变 每个人都可以变好 重要的是要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要有信心 不论我们的过去怎么样 在教会历史上 每个圣人 都有他罪恶的过去 你们知道吗 以前都不怎么样 可是他遇到耶稣 开始行动 不只是听 而是开始做 开始变 后来成了圣人 每一个罪人 像我们大家都是 有很多的毛病 我们周围 可能很多人 对我们不满意 我们自己也意识到 自己的那么多的缺点 没有关系 每个罪人 都可以有他的明天 如果我们愿意改变 这是今天耶稣的比喻 到我的葡萄园里工作吧 今天开始吧 不要等了 要改变 我们讲了多少 每个人都懂 都知道 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要 求耶稣帮助我们改变 不是我们想改就改了 圣神将联以后 伯多禄 宗徒们确定改变了 那不是人的力量 是从上天来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来祈祷 我们静堂的 你一定不要以为 比那些不静堂的 好到哪去 我们该以为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罪人 主 原谅我的过去 让我重新开始 你给我力量 今天为这个 我来到这里 我要改变 你们愿意改变吗 好 就这样 这是今天耶稣的邀请 开始改变 去哪里改 在我每天的生活中 求耶稣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 我们要改变 是 可以 骑 不 拖不 在我 等 要 来 呀 可以